上级说到王林不装了 直接元神出体大闹陕宁族 连杀此族数位碎孽老怪 就连天人第一帅的修士 也被王林拆点击杀 天人第三帅的长老出面阻止 也不是王林的对手 这个时候陕雷族大长老觉得自己行了 从不灭雷霆中一步走出 对着王林的元神就是一套输出 王林的元神只有本体的一部分实力 自然不是这老东西的对手 被打低节节后腿 就在陕雷族大长老嘲讽王林不自量力的时候 陕雷族的雷狱中 一股毁灭般的气息觉醒 王林的本体苏醒了 在王林本体苏醒的瞬间 陕雷族的大长老身前 追击王林元神的数百雷龙 全部在这一刹那剧烈的颤抖起来 更有一些直接轰然崩溃 其余雷龙虽说没有崩溃 但却被一股从雷狱内散出的威压压迫 竟然不敢前行 就连那陕雷族大长老 原本平静的神色也出现了一丝变化 其追击的脚步不由的断了一下 脸上罕见的露出凝重 此刻王林的元神所化太古雷龙 已然冲入见了雷狱中 他猛地转身 盯着陕雷族大长老 雷龙姿态迅速变化 成为了人性 我套你猴子的 我某今日来此地 收不灭之雷 灭你陕雷一族 缓缓地说出了曾经说过的话语 王林元神向后一腿 融入见了雷狱之中 那陕雷族大长老目光一闪 冷笑中身子一晃 直接追了过去 一步就踏入雷狱 这雷狱原本咆哮惊天 滚滚如浪 但在这陕雷族大长老 进入的刹那 却好似被一股 无形知识围压 竟然瞬间就安静下来 那陕雷族大长老 在雷域内散开神势 所过之处 所有暴躁的雷霆 全部平静 环绕其身体外 好似遵其为主 这就是你的帮手嘛 老夫倒要看看 你这帮手 如何灭我陕雷一族 这陕雷族大长老声音浩荡 向着四面八方 疯狂地传递出去 但就在其声音落下的刹那 一个冷漠的寒声 忠然间就从远处 无尽边缘缓缓传来 如你所愿 这简单的四个字 却是掀起了滔天雷轰 那轰鸣一十倍 百倍 千倍 万倍的程度 疯狂地惊天而起 卷动天地 卷动整个雷域 与此同时 在这陕雷族大长老的前方 雷域滚滚 一声声轰轰 好似全套灰激的声音 熏猛地传来 那轰轰之声 带着一股疯狂 带着一股撕开天地的气势 更带着一股 视如破竹 一往无前浩荡 在这天地中 在这雷池内 掀起了风暴 那陕雷族大长老 双目一凝 猛地看向远处 在他目光所落的前方 雷霆翻滚 闪电交错 银手舞动 那轰轰之声 好似从远古传来 越来越近 此刻若是从星空上 方向下看去 可以看到一幕 惊天动地的画面 那画面中 轰行中右手握拳 不断地向前轰击 每轰击一下 就惊天动地的轰声回到 更为惊人的 则是每一拳落下 这雷内的雷霆闪电 都会疯狂地凝聚而来 渐渐地在那轻眠的前方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虚幻拳头 那拳头初始只有十丈大小 但随着亡灵不断地前行与轰击 吸收了太多的雷霆之后 却是化作了百丈 千丈 乃至万丈 这万丈大小的拳头 通体都是由雷霆闪电组成 看起来触目惊心 可以让一切妄知者 心神震撼 露出骇然之容 轰鸣骤然接近 声音震动天地 更是远远传出 就连闪雷族十六颗 修真星所在的一切族人 全部都清晰地听到 那好似天地崩溃的雷鸣 闪雷族大长老面色一变 露出极为凝重之色 他尽管已然猜到 对方敢把自己引来 定然是有所依迟 但他自此修为是第三部下第一人 且在闪雷族中 却是没有放在心上 此刻看到展现在他眼前的 那巨大拳头 却是心神一震 那万丈拳头之后 王林迈步而来 右手握拳再次轰击而出 轰声回荡 更多的雷霆凝聚 那万丈的拳头再次膨胀 转眼之下就化作了两岸余掌 如此一来 几乎遮天一般 那巨大的拳头取代了天地的一切 疯狂的轰击 只奔闪雷族大长老而来 老东西 你可敢与我一战 王林踏步中临近 右手抬起 打出了最后一拳 这一拳 他运转了全部的古神之力 眉心古神星点疯狂的闪烁旋转 磅礴的古神之力蓬蓬而出 化作一拳疯狂的宣泄 更有他王林全身秀为弥漫加持 再又操控天地之雷霆威势 这才形成了这绝天地的一拳神通 那两万余掌由雷霆组成的巨大拳头 轰轰降临 好似从另外一届身下的大手 一毁灭一切的气势 直奔闪雷族大长老 那闪雷族大长老 身子后退竖步 右手一挥 直接拍向眉心族印 全身衣衫无风自动 好似鼓起一般 其头发更是散开 双目露出百丈金光 低吼道 好一个雷拳 老夫便与你一战 他右手落在眉心族印的刹那 立刻其族印光芒闪烁 却是从其内立刻就飞出一样法宝 这法宝是一面青色的古镜 其背面有一道闪电的印记 那印记看起来 与闪雷族不灭之雷 一模一样 那闪雷族大长老 低吼中向前一抛 立刻这古镜内传出轰轰雷鸣 却是瞬息间就放大无数 转眼之下 就化作了一面万丈镜子 耸离在了大长老身前 在亡里那巨大的雷拳 轰击而来的刹那 这万丈镜子内 却是闪电游走之下 竟然在其内映照出了 同样一个巨大的雷拳 这雷杀镜 是闪雷族至宝之一 一切第三不下的神通 在其面前都会立刻被复制出来 且威力与本体丝毫不差 可以反击一切神通 这种法宝 依然是极为逆天 当年那玄宝善人的 九品刺控涅剑相比 此宝 当第二品刺控涅之宝 远远地超越了空之范畴 无限地接近那罕见的涅品法宝 那万丈雷杀镜内 复制而出的巨大雷拳 在雷霆轰领中 从镜子内瞬间延伸而出 这一幕 就好像有一个万古巨人 隐藏在镜子中 在这一刹那 从镜子内挥出了一拳 这一拳 与王林施展的拳头一模一样 甚至就连大小 就连骑上闪烁的雷霆闪电 就连他们游走的轨迹 都丝毫没有半点差距 刹那间 这两个巨大的万丈拳头 在那雷杀镜外 轰然相遇 碰到了一起 剧烈的声响惊天 更有一股冲击撕开 虚空崩溃 向着四周疯狂的横扫 但那两个巨大的雷拳 却好似没有消散 而是在那镜子外 好似两个巨人厮杀一般 不断的撞击轰鸣 王林在雷拳之后 神色猙獰 身子向前不断的冲去 右手握拳轰击 每一次轰击 那巨大的雷霆拳头 都会随之而动 但那被覆制而出的雷拳 同样越加剧烈 展开了疯狂的冲击 这拳头碰撞的声音弥漫天地 传遍整个闪雷族 甚至就连闪雷族外的行空 也有余音回荡 王林怒吼中身子再次迈去 全身骨神之力疯狂凝聚 眉心骨神星点旋转 已经看不清星点 一拳拳轰轰而出 那被雷杀镜复制而出的拳头 可以复制一切神通 但却无法复制骨神之力 在王林的前行下 那复制的拳头开始了后退 王林露出凝脚 他要把这拳头重新打入进镜子内 要让这镜子法宝崩溃 这一幕 看得那闪雷族大张老心神震动 双手掐绝正要施展神通 但就在这时 王林一声惊天低后 却是双手握在一起 身子抬起之下 向下狠狠的一砸 轰鸣浩荡 那覆着而出的拳头 骤然崩溃 被王林那巨大的雷权冲击 直接砸回镜子内 更是在这一场那 王林身在半空 张口间红光一闪 却是那血剑冲出 化作一道血光惊天 把四周一切天地 全部笼罩血光内的瞬间 直接冲出 破开一切 落在了那万丈雷杀镜上 卡的一声清脆只想传出 那闪雷族的至宝雷杀镜 镜片出现在血剑刺中之处 出现了大量的裂缝 在那闪雷族大长老不敢置信中 这镜子轰然崩溃 四分五裂 血光闪烁 回到王林身边 王林带着残余的庞大雷权 轰得一声穿透了碎裂的雷杀镜 直接出现在了闪雷族大长老的身前 轰然落下 闪雷族大长老怒吼身子后腿 喷出一口气息 这气息与那雷权碰撞 再次掀起惊天咆哮之声 在那战耳欲聋的声响下 王林身子一阵 整个人蹬蹬蹬退后树步 雷权崩溃 但那闪雷族大长老 同样是身子后腿 一身多处碎裂 其眼中露出金光 体内传出砰砰之声 却有资格与老夫一战 但在我面前 你必死无疑 老夫已经很久没有施展 天人四衰以上修位了 杀你 不用天人第五衰 今日就让你亲身体验 天人第四衰 大圆满巅峰之力 那大长老右手 抬起在眉心一丝 立刻起眉心之处 足音剧烈的闪烁 在其一丝之下 好似撕开了一道封印 随着封印的打开 一股骤强的修为 从他身上疯狂的爆发出来 这修为之强 使得星空一颤 就连四周的雷霆 也不敢接近 全部腿缩开来 撕开了封印 爆发出完整的天人 第四衰圆满巅峰 这大长老全身气息流转 好似于之前 彻底的换了一个人 露出极强的围压 在这围压下 星空好似无法承受 出现大量的扭曲 于几岁的裂缝 尤其是在据雷印 这三次说出的刹那 星空轰鸣 四周被压制退避的闪电 在瞬息间轰轰而来 直奔着大长老 抬起的右手之上 一个巨大的雷球轰然出现 这雷球在四周 雷霆闪电不断的凝聚下 转眼之中 就化作了数万张大响 其内闪电游走 雷霆轰轰 正在急速的旋转 那大长老低吼一声 立刻起手上漂浮的 数万丈雷球内 顿时就惊天轰隆弥漫 轰轰之声下 却是那雷球 在疯狂的压缩 十倍 百倍 千倍 万倍 十万倍 百万倍 在这压缩之下 雷霆轰轰 其内闪电光芒刺目 越来越亮 笼罩全部星空 就连那大长老的身体 也在这光芒中好似消失 肉眼看不到丝毫 仿若这天地一切光 一切雷 一切声 全部在这一刹那 被闪雷族大掌老手中的雷球凝聚 再不断地压缩 压缩 再压缩 这可怕的一幕 即便是亡灵 也心神震动 眼中瞳孔收缩 对方施展的神通 他知晓未何物 此神通他在闪雷族潜伏 知识也曾修炼 此刻目光一闪 却是同样抬起右手 好似托起行空 亡灵心中也回荡 据雷印三个字 立刻这天地间 向着大长老 凝聚而去的雷霆闪电 全部一阵 此刻的亡灵右目 闪电印记浮现 在那闪电印记旁边 还有伴随念雷幻化 绕着闪电印记游走 使得亡灵右目光芒万丈 透出妖异之感 这星空中的天地雷霆之力 在这一刹那竟然一分为二 分离出了一半 直奔亡灵右手而来 瞬息间就凝聚出了 一个巨大的雷球 那闪雷族大长老看到亡灵 同样施展了巨雷叶 双目收缩 但却没有开口 二人目光碰撞 各自拖起雷球 展开疯狂的压缩 亡灵手中的雷球 瞬息间就压缩了十万倍 还在不断的压缩 砰砰之声从雷球中传出 惊天动地 百万倍 二百万倍 直至三百万倍 从亡灵手中雷球内 散发出的恐怖之力 足以毁灭天地 他手中所拿 已然不是简单的雷球 而是面试之雷霆 雷鸣砰砰传出 同样的 在那闪雷族大长老手中的雷球 此刻也在疯狂的压缩下 在不断的吸收雷霆中 已然压缩了五百万倍 这一切压缩雷霆 都是刹那间发生 随着二人的压缩 整个星空展开了巨变 好似从二人中间分开 向着两旁撕裂不断 两道不同的雷霆之力 在这一刻 从分开的星空内 轰然爆发出来 闪雷族大长老所拥有的 是那不灭之雷 那万古岁月之前 天地降临的一道本源雷霆 他双目露出奇异之芒 身子骤然跃气 拖着那压缩了五百万倍的雷霆 直奔亡灵而去 给我死 亡灵所拥有的 全部都依靠自己 一步步走来 以半条太过雷龙为意 自行名物的雷霆本源 尽管从渊源上 比不上那薄灭之雷 但同样诞生了本源 在层次上 属于同等的存在 在那闪雷族大长老来临的刹那 他同样跃气 又受蕴害了压缩三百万倍的雷霆 在冲出的刹那 亡灵仰天低后 以我亡灵雷之本源之名 宁儿等一切雷霆 给我再次凝聚 轰轰之声从亡灵手中雷霆 疯狂的传出 却是从三百万倍 瞬息间又再次压缩起来 赫然达到了四百万倍 这种程度的压缩 是亡灵修为的极限 他双眼透出疯狂 与那来临的闪雷族大长老 在这分开的星空中间 展开了一场雷霆之战 二人军都是雷修 雷修之间交战 说简单也极其简单 拼的就是对于雷霆的操控 拼的就是雷霆的归属 同样的 在二人身体内 野军都有对雷霆的抵抗之力 寻常雷霆丝毫无法伤及半点 但眼下这种被对方操控之雷 因蕴含了意志 故而可以造成剧烈的伤害 轰鸣在二人碰撞在一起的刹那 疯狂的在这星空内展开 星空大范围的崩溃 一处处空间裂缝 积极撕开 雷玉聚产 两国雷霆的碰撞 形成了一股无法形容的雷霆冲击 这冲击如巨浪导卷 爆发出来 那浩荡的雷浪冲击之下 像这四面八方弥漫 化作滚滚雷浪 横草之下在不断的延伸中 立刻就波及了 闪雷族十六颗修真心 轰鸣之中 死伤无数 更是在这雷浪冲击下 环绕闪雷族的雷沸腾 向外奇奇扩张 瞬间就扩大了百倍布置 在这太古星辰的星空中 一股轰领而去 一些距离闪雷族不远的修真心 同样被这雷浪波及 如降临了雷霆之鱼 这一幕就好似一场崩溃 在这太古星辰闪雷族内 疯狂地展开 这崩溃之力太强 不断地散开中 立刻就引起了太古星辰内 诸多强者的注意 更有第三部大能 察觉到了这出现在闪雷族的巨变 雷霆的碰撞 亡霆压缩的雷厉崩溃 他整个人喷出一大口鲜血 甚至还有一些内脏碎片 全身骨头好似碎开 剧痛如潮水般袭来 其身子更是倒卷 如同被狂风扫中撞击 这仅仅是第一波冲击 在亡霆被抛出中 第二波雷霆碰撞爆开的冲击来临 那回天灭地的气势 足以轰杀一切生命 眼看那冲击来临 在这生死危机之中 亡霆考虑的并非全部都是自己的生死 还如何重创那闪雷族大长老 他相信对方也绝对不好过 此刻在正面临着雷霆 崩溃毁灭性的冲击 亡霆眼中露出疯狂 他性格就是如此 蕴含了一股绝境爆发的心绪 越是危险 他胆子就越大 更是凭着其精确的算解心机 故而才可以一次次战胜那些超越 看似无法战胜的强敌 在那第二波冲击来临的刹那 亡霆双手掐绝 立刻向前一致 骤然间 这天地乱流中 突然就出现了一道道光 那一道道光 有雷光 有电光 有星空之光 有崩溃之光 还有无数星空裂缝散处的无形之光 甚至就连极远之处 闪雷族中修真心之光 还有那无数闪雷族修饰的光 更重要的 还有他储物空间内 那来自七百万天地灵附的光 这无数的光芒在这一刹那疯狂的凝聚 笼罩亡霖全身 瞬息间就有一个巨大的光影 出现在了亡霖身体外 远远看去 已连看不见亡霖身影 缩看 全部都是那 吸收了天地光芒的巨大光影 蓝梦道尊志强防护神通 光影蹲 在这光影出现的刹那 那第二波雷霆碰撞崩溃的冲击轰然来临 直接就冲向了亡霖身体外的光影 那光影顿时剧烈的颤抖 其上光芒却是瞬息间骤然暴增 散发出无尽光芒 照亮天地 照亮整个星空 那光影发出不堪成熟的声音 在那冲击下将要崩溃的瞬间 亡霖跑小惊天 喷出鲜血落在那光影上 立刻这光影更有血光弥漫 轰然中 就把那第二波冲击 第二波冲击 第四波冲击 全部疯狂地反射出去 在反射的刹那 光影崩溃 亡霖面色苍白 但神色却是套出疯狂的杀机 他右手一回血光闪烁 幽木闪电印记更是急速闪烁 妖翼之中直接从幽木飞出 在那伴随的灵面之雷环绕下 紧随斜剑冲出 更是双目鸿芒一闪 急净同时出现 这一切太快 转眼之下 那被反射的冲击就轰然倒卷 加上血戒 加上亡霖的闪电本源 还有急净闪电 在这一刻化作一场杀劫 直奔前方疯狂地宣泄 闪雷族大长老此刻也在后腿 双手挥舞中抵消一波波冲击 但就在这一瞬间 他却是面色前所未有的大便 双眼瞳孔立刻收缩 露出震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那亡霖竟然胆大如斯 在这样的状态下 有如此无法置信的行为 尤其是那光影的出现 更是如一击重锤 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心神之上 这 这是蓝梦道尊的光影盾 莫非蓝梦道尊要杀我 在其前方 那被反射的冲击轰轰而来 与本球卷向 闪雷族大长老的冲击融合 仿若在这一刻 这大长老承受了 此番雷霆崩溃的全部之力 尤其是在那冲击中 还蕴含了血剑 证然就从大长老心中生气 他来不及细想 那冲击就已经将其彻底吞噬 轰轰之声绝天地而起 一直到许久之后 才一切消散 亡霖后退中施展了呼风唤雨剑 以此对抗那零散的雷霆之力 退出很远 但就在这时 却是有一声惊天怒吼 带着无尽的怒火逃逃而起 在那冲击消散之处 一个散发雷霆的身影 一步步走出 正是那闪雷族大长老 一股笔直方才 还要强盗无数倍的气息 在其身体外化作风暴 这气息之强 惊心动魄 无限地接近第三步 他一扇破损 右胸肢上蓄露模糊 被血剑穿透 雷心印记有了裂缝 被急剑崩开 全身多处伤痕 鲜血弥漫 那是被亡霖本人闪电所伤 其体内元神略有违命 被那雷霆之力冲击重创 你死定了 以我天人第五衰无尽生机 以我不灭圣雷奴之名 开启太古雷剑 召唤万古岁月中 太古雷龙 那闪雷族大长老神色争鸣 一扫之前平静与傲然 这短短的时间的一番恶斗中 亡霖带给了他太多的意外与震惊 原本并未看得上亡霖的他 原本以为仅仅拿出天人第四衰 就足以轰杀对方的他 在方才数万年没有过的生死危机中 浑然清醒过来 若非是他在危机之时 不惜受伤撕开了最后一道封印 把修为全部散出 发挥出了天人第五衰的修为 仅仅是刚才的冲击 就可以让他重伤 甚至形神俱灭 那雷霆碰撞形成的冲击 如同路浪般将他吞噬 破开了他完美的一切防护 在其防护打开的瞬间 那红色闪电轰然落下 直接冲入气眉心足异 那闪电内竟然蕴含了一丝天际之力 竟使得他足印颤抖 轰然爆开裂风 还有那诡异之急 几乎无间不摧的血光剑 更是带给了他一场噩梦 那血剑破开一切 直接从其胸口穿透 带去大量鲜血 若非是他天人第五衰展开 仅此一见 就足以让伸手重创 另外还有对方的本源闪电 在这冲击内弥漫而来 化作无数蕴含了意志的雷霆 更是引动自身体内雷霆之力 内外同时轰击 在他全身留下了大量的伤口 这一切是写的教训 让这闪雷族大长老 清晰的醒悟过来 眼前这青年 绝对是他的劲敌 再加上对方施展的 蓝梦道尊神通光影盾 更是让这大长老心神震动 且了无数的猜测 但与这些相比 无论是伤势也好 无论是蓝梦道尊也好 都只能让这大长老震惊 无法让他骇然 他此刻骇然的 是对方对于时机的把握与计算 更有那胆大果断的心机与手段 在那极为危险的雷霆崩溃冲击下 此人竟然不惜一切展开光影盾 给我来了一个 没有想到且措手不及的反击 这种事情说来简单 可真正能把握住 且完美做到者 却是极为罕见 即便是换作我 怕是也有犹豫一下 此人年纪不大 就拥有如此狠辣心智 在这太古星辰 绝非无名之辈 理应是声名赫赫才对 但我却从未听闻过这王林二字 他到底是谁 闪雷族大长老神色凝重 更有争鸣弥漫 从那冲击内脱困后 心神对王林的杀鸡 比之方才浓厚了无数倍 随着其低后 他双手抬起直指天空 向着两旁狠狠的一丝 开太古雷剑 雷鸣轰轰 这雷霆之声惊天动地 理之方才还要有震撼力 如同天地崩溃一般 在闪雷族大长老身前 浑然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漩涡中心漆黑 四周游走无数闪地 在不断的旋转下 隐隐好色形成了一个 打开另外一个世界的黑洞 这种神通已让无限的接见了 第三部大能抽取香火之力 王林身在远处 面色没有苍白 之前他在冲击下反击 那是此刻定然中伤 这是一场恶战 可以说是王林此生中 真正意义上面临的 最强大的对手 水稻子身为第三部大能 尽管杀王林未成败腿 但却并非王林出手 而是封解之主 孤儿此番面对着闪雷族大长老 这到目前为止 完全是独自对抗的他 依然热血沸腾如同燃烧 其双目内露出战役 我被修饰 何膝一战 何举一战 若无法战胜天人第五衰 又有什么资格去挑战第三部大能 如何去杀那水稻子 王林仰天长小 双手掐绝中 全身传出轰轰巨响 眉心股神星点急速旋转 更有规则之星在内 即全身修为更是急速运转 那血剑早就飞回 此刻环绕在其身体外 散发无尽剑气 王林双目如炬 不给那大长老继续施展神通的机会 而是右手一挥 整个人向前急驰而去 血剑开刀 无尽雷霆凭空出现在他身体外 短短的刹那间 王林就如同一道 被无数雷霆蜂拥的流星 在轰轰雷鸣中冲去 闪雷族大长老冷笑中 立刻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 其天人第五衰修为的惊喜 那血喷散而出的刹那 立刻就被其身体外的 巨大漩涡瞬间吸收 消散死亡在无尽岁月中的 太古雷龙 今日无以不灭圣雷奴之身份 将如等消散的魂魄唤醒 以无知血液为隐 让如等雷威从虚无内 再临天地 将在太古星辰 重现太古之时 如等毁天神力 在那闪雷族大长老先许 被漩涡吸收的刹那 这漩涡内顿时就传出 一声声闷闷的咆哮 咆哮惊天动地 尚未从漩涡内破开 就已然使得星空颤抖 更让这星空内的 一切雷霆磁浮起来 更是其话语落下的刹那 漩涡内轰轰之声 顿时回荡 好似有某种强大的存在 正轰然撞击 又要破开这漩涡冲出 太古雷龙降临 闪雷族大长老仰天 发出一声大吼 双手再次一撕 轰然间 那巨大的漩涡 在疯狂的旋转中 其内转出碰了 一声惊天之音 一个巨大的龙头 漠然间就从那漩涡中心探出 这龙头全身青涩 蕴含了无间雷霆 刚一出现 便发出了一声 太古雷龙特有的雷支咆哮 亡灵带着无数雷霆来临 但却在来临的刹那 其身体外的所有闪电 竟然不受其操控 轰然瓦解 即便是他 也在这太古雷龙咆哮下 全身发出剧烈的轰鸣 好似整个身子要爆开 喷出鲜血 其身体立刻倒卷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完整的太古雷龙 王力身子后腿 神色极为阴沉 漩涡内巨大的龙头 带着滔天凶艳与猙獰 轰然中就从那漩涡内 挣扎的冲出 即身子约束万丈 就可蔑视 若仅仅一条太古雷龙 王力上还不如如此震惊 但就在这太古雷龙冲出后 却是有一个巨大的龙头 从漩涡内探出 咆哮中一冲而出 两条 三条 四条 直至第八条太古雷龙出现 展现在王力面前 显露在这星空之中 降临在这天地内的 竟然是八条太古雷龙 每一条太古雷龙 都拥有无尽神通 强悍无法形容 此刻八条全部出现 一切雷霆全部都要听从他们的号令 如等太古雷龙轰杀死人 陕雷族大长老宁小忠 右手抬起一只亡灵 顿时那八条太古雷龙 发出惊天咆哮 从八个方向 如万马奔腾般冲向王力 这八条太古雷龙速度轰轰 瞬间来临 在他们面前 一切雷霆都没有作用 因为他们是太古雷龙 是代替天道行驶 天地雷之权力的最强使者 此刻轰轰而来 刹那就向着亡灵吞噬 轰鸣不断 王力怒吼中张开双臂 一把就抱住一条 来临的太古雷龙 身子一颤 好似被百万斤马车撞在身上 喷出鲜血立刻后退 但他刚刚后退了三步 又有两条太古雷龙吞噬而来 在这不断的冲击下 王力一口口鲜血喷散 身子竟然无法停顿 一只载腿 可就在这时 他身后同样有三条太古雷龙来临 将其生生地困在中心 八条太古雷龙同时吞噬咆哮而来 一股生死危机 在王力心神内疯狂的滋生 他面色苍白 但神色确实疯狂 全身血漏模糊 雷霆之力竟然半点都无法操控 这太古雷龙之强 超过了王力的想象 以至他当年吞噬的那条 要强大无数倍 这是成年的太古雷龙 但太古雷龙早就死亡灭绝 这八条绝非实体 而是魂魄凝聚而出 但尽管如此 这八条雷龙若是同时爆开 足以将我彻底轰杀 即便是我的古神之体 因星点限制 怕是也无法抵抗 但我当年正是因吞噬了 半条太古雷龙 故而才有诞生雷源之机 眼下这八条太古雷龙魂魄 若我能吞噬 我雷霆之力将会暴增 王力在那轰击中 伤势越来越重 仅仅是片刻 就已然原神几乎要崩溃 肉身更是发出不堪成熟之声 怎么办 魂魄魄魄魄 这些太古雷龙 即便生前绝强 但此刻却是魂魄 我需要一个机会 王力在那轰击中 双雾充满了血丝 露出其一只芒 不再后腿 而是在那八条太古雷龙 张开大口 在其身前吞噬的刹那 他仰天发出一声 不弱于一条太古雷龙的咆哮 王力眉心出现漩涡 其原神直接延伸而出 也形成了太古雷龙的样子 发出了这太古雷龙的怒吼 即吼声惊天动地 在传出的刹那 四周的八条太古雷龙 不由得一顿 在这一顿之下 王力身体外骤然间 就有光积极闪烁 却是伴随他修道至今 一只神秘莫测 不知晓来历的昆吉鞭 骤然出现 这昆吉鞭融入王力悼念后 已然可大可小 此刻幻化 却是长约万丈 还让王力身体外 向着那八条太古雷龙 狠狠地抽去 在那昆吉鞭出现的瞬间 那闪雷族大长老 突然双目猛地一睁 只勾勾地盯着那鞭子 眼中竟然有精益之色 一闪而过 昆吉鞭化作万丈 横扫之下便有啪啪之声 惊天动地回答 那八条太古雷龙 同时被这鞭子全部抽打 剧痛的咆哮 从他们口中疯狂地传出 这要继续冲击之时 王力一把抓住那鞭子 环绕全身 立刻疯狂地抽打下来 昆吉鞭得自朱雀星 此鞭专伤魂魄魄元神 至今无往不利 无论是何修为 只要是元神魂魄之体 都要在这鞭子下绝望 无法逃顿而出 就连当年的天鬼 也要在这鞭子下无法遁形 骇然被卷 全身颤抖 此刻被王力拿住 横走之下抽打之声 不断地绝天敌而起 那八条太古雷龙咆哮越加剧烈 竟然无法冲上来 齐齐被抽的后腿 更是在后腿中 这八条太古雷龙身体被抽打之处 好似火焰燃烧一般 出现了融化的征兆与痕迹 王力精神一震 全身秀为疯狂地 勇无那昆吉鞭中 立刻这鞭子上油光暴增 更隐隐有金光 从一处处鞭子破损之处弥漫 再看到那金光的刹那 闪雷族大长老面色轰然大扁 他眼中居然有恐惧之色闪过 这金光 这金光 莫非此物真的是那件法宝 不可能 当年那鞭子不是被带走了吗 怎么会在他手中 绝不可能 我倒看看 这仿制而出的鞭子 能有何奇异 太古雷龙 给我吞 闪雷族大长老死死地盯着那鞭子 双手掐绝 再次喷出鲜血 其血立刻散开 融入八条太古雷龙内 使得这八条雷龙咆哮顿时剧烈 竟然不再后退 而是疯狂地冲了上去 王林身子向前迈去 手中坤急便迅速挥舞 与那八条雷龙展开惊心动魄的一战 其鞭子上的油光越来越少 渐渐被不断破损之处透出的金光取代 更是在片刻后 那八条太古雷龙好似发狂 轰然间竟放弃了王林 急急直奔鞭子冲去 太古雷龙爆爆爆 闪雷族大长老神色猙獰 盯着坤急便立刻大吼起来 随着大长老的话语 那八条太古雷龙全身一阵 轰然间立刻其中一条咆哮中 全身疯狂地爆开 那轰隆隆的声音无法形容 雷霆从其崩溃的身体外 疯狂地散出 形成了回天灭地的雷之风暴 并非一条太古雷龙自爆 而是在短短的时间内 这八条太古雷龙全部自爆开来 那八道雷之风暴决天地而出 足以毁灭一个星空无数生灵 在这危急时刻 亡霖手中的昆几鞭疯狂地横扫 但这风暴太强 轰轰之下 昆几鞭第一次出现了 无法匹敌之势 仅仅是瞬息 那鞭子就立刻出现了大量的裂缝 更有砰砰之声传出 却是其前端 轰然崩溃 亡霖全身血漏模糊 就在这一瞬间 那闪雷族大长老 好似内心松了口气 似乎从这鞭子的崩溃中 察觉此物并非是那 让他恐惧的法宝 此刻心神放松 杀鸡在一起 却是整个人一步迈去 就要配合那风暴之力 将亡霖彻底轰伤 给老夫去死 这闪雷族大长老 宁孝中瞬息临近 其右手抬起 正要狠狠地虚空拍下 但就在这一刹那 却是惊扁涂生 亡霖在那八条太古雷龙 爆开所形成的风暴内挣扎 其骨神肉身几乎要崩溃 原神更是颤抖 出现了重伤萎靡之势 他双眼血似弥漫 安叹一声 以他如今的修为 却是不足以于 天人第五衰一战 在这风暴中 正要打开灵符 去往七百万天地 但突然 他双眼猛地露出震惊 一道刺目金光 从那不断崩溃中的 鲲基边上闪烁 瞬息间 更多的金光 从鲜子上无尽地散开 在这金光中 一股无法形容的气息 缓缓地弥漫开来 那形成了风暴的 太过雷龙 竟然在这金光与气息中 好似停顿了一般 就连这天地星空的运转 也好似被施展了定身术 停顿静置 整个天地 更是在这瞬息间 没有了任何声音 就连雷霆也全部仿若灭绝 再无半点轰鸣回荡 一切的一切 只剩下了那鲲基边上的金光 与那说不清的气息 在金光中 万丈大小的鲲基边 迅速缩小 骑上持续的无声崩溃 一层层皮撕开 使得骑上金光越来越多 越来越浓 仅仅是片刻中 这万丈鲲基边 就化作了不足十丈大小 骑上最后一片皮 也被撕下脱落 这鲲基边的样子 出现了今天的变化 一眼看去 这哪里是什么鞭子 这分明就是一道光 一道金光 好似有人把光 从天地内抽出 以莫大的神通 凝念出了这一道 十丈长短的金色光线 一股无法形容的维压 从这金色光线内散出 王源手里拿着的 就是这道金色的光线 在这一瞬间 他心神震动 眼前更有恍惚 他隐隐有种诡异至极的感觉 似乎自己手中所拿着的 是数万上亿的生命魂魄 这些魂魄与光线 被奇异的神通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这砖伤原神魂魄的鲲基边 隐约中 一股明雾缓缓涌上心头 王林拿着这十丈金色光线 向这四周轻轻一挥 轰然中 这金色光线如同蛇钮 直接向这四周 泰国雷龙所画风暴横扫抽击而去 在那金色光线抽出的刹那 他瞬息就无限地延长 百张 千张 万张 数万张 这金色光线蔓延无尽 横扫之下 从弥漫王林四周的雷支风暴上 直接横切穿透而过 那雷支风暴颤抖 轰轰之声惊天而起 轰然崩溃开来 在这崩溃中 那八条泰国雷龙魂魄幻化而出 其庞大的身子竟然一分为二 凄厉的咆哮中 就要消散在天地之间 重新回到消失在岁月之中的泰国雷剑 闪雷族大长老此刻眼中透出滔天惊恐 在那金色光线出来的刹那 身子疾持后腿 但却仍然还是被那鞭子玉波扫了一下 立刻喷出鲜血 身体急速后腿 面似苍白 尸声道 这 这 这不可能 这万界风魂鞭当年已经被带走 绝不可能重新出现在世间 你到底是谁 来自何方 竟然有着当年帮助老祖的那群修士首领的法宝 闪雷族大长老交战至今 此刻骇人达到了极限 他心神中露出无法形容的恐惧 那鞭子 他当年曾亲眼看到 当年老祖上载之时 他只不过是一个化神修士 他亲眼看到 就是那群神秘修士的首领 拿着此鞭 一挥之下天地崩溃 岁月流转 星空出现沟壑 几乎斗转星一乾坤瓦解一般 无形之中就出现了七百万天地 他更是看到 那修士抽出第二鞭 破开苍穹虚无 从那无尽黑暗内 这鞭子一卷之下 竟然卷走了无数生灵 并将这些生灵送入七百万天地内 成为了那里 第一批居住之人 他同样看到 在那修士卷出这些生灵的同时 从破开的虚无内 传出一声怒吼咆哮 更有一股让他寄游心的恐怖气息 从那虚无内疯狂地传出 在那气息中 一个虚幻的身影从虚无冲出 但却在那神秘修士的第三边下 那让他恐怖的身影 轰然崩溃 他们已经走了 带着这鞭子走了 为何这当年那首领修士的质宝 会再次出现 且在此人手里 莫非 莫非这是天意 是老祖英灵显现 将此人送到这里 为我送来这质宝万界疯魂鞭 那陕雷族大长老眼中露出疯狂的贪婪 这陕雷族大长老的心思 往灵无暇去看 此刻他双目露出奇异之芒 心脏蓬蓬加速挑动 盯着那些将要消散 回到太古雷界的八条 被撕开的太古雷龙魂魄 这是太古雷龙 尽管只是魂魄 但却是真正的太古雷龙 我当年只吞下半条 此刻却是绝不能放弃这个机会 王林眼中光芒闪烁 眼看那些魂魄将要彻底消失 一旦散去 他不知此生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 此刻他什么也顾不得 立刻双目一臂 却是眉心漩涡轰然出现 奇缘神直接冲出 他原神是太古雷龙 但此刻奇缘神的样子 却是急速的改变 几乎刹那 就化作了一团雾气 无边无际的延伸开来 王林元神当年吞噬那半条 太古雷龙 是因为他早年在诸雀星室 成为了吞魂 这吞魂 可吞噬天地一切魂魄元神 尽管时至今日 王林很少使用 但此刻却是再一次施展开来 给我吞掉这八条 太古雷龙魂魄 吞下它们 我雷霆之力将会暴增 王林意念套出疯狂 其元神随着意念而动 立刻就化作一张大口 向着前方 猛的一息 展开了吞噬 那些将要消散的 太古雷龙灵魂 刹那就颤抖起来 在瞬息间 就有一部分 被王林元神吞入口中 在这一瞬间 王林的元神疯狂的暴增 其内闪电轰轰 雷霆之力 从未有如现在般 表攀 这一幕 看得远处那闪雷族大长老 目瞪口呆 双眼猛的争大 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他做梦也没想到 王林竟然敢吞 太古雷龙 八条太古雷龙魂魄 被撕裂成树粉 此刻正在飞快地消散 但被王林这一吞 却是全部颤抖中 就三成齐齐 吸入王林元神内 这些太古雷龙残破的魂魄 刚一进入王林元神 立刻他元神内雷霆 疯狂地闪烁爆发 电光轰轰游走 化作石掌粗戏 千丈长短 好似银蛇之电 啪啪生下 如同抽搭天地星空一般 一股无法相容的雷霆之威 从王林的元神内轰然扩散 惊天动地 这星空一切闪电 一切雷霆 一切与雷有关的所有之物 在这一瞬间 在王林心神飞快地幻化 他隐隐好似把握住了一些什么 但却又有些模糊 隐藏在他元神内的雷之本源 此刻更是疯狂地膨胀 如同一颗心脏 好似跳动一般 发出蓬蓬之声 每一次跳动 这雷之本源都会暴增 诞生出更多的本源之力 更为惊人的 则是王林的元神 他元神最初在妖领之地 推噬半条太古雷龙 化作了雷龙的样子 在之后一系列的岁月造化下 却是渐渐转化 形成了本源 使得其元神几乎化作了一道雷霆 但这也仅仅是几乎 他的元神尚未真正地成为天地雷霆 可眼下 他元神却是发生了 颠倒乾坤般剧烈的一变 正在向着真正的雷霆元神 不断地进化 那被吞噬的太过雷龙魂魄 使得王林元神 渐渐向着圆满过渡 在这之前 他元神尽管是与 战雷族不灭之雷同等的存在 但即便是同等 也只是层次 其内仍然还有强弱之分 可现在 这一切正在飞快地改变 对于雷霆的名物 千百倍地在王林元神内印证 他元神内传出惊天之后 却是再次化作吞魂 张开大口狠狠地一息 天地色扁 星空一阵 刺开无数裂缝 那剩余的所有太古雷龙魂魄 全部颤抖中轰然涌入王林元神内 在这刹那间 王林的元神疯狂地蠕动 却是从雾气中急速改变 骤然间竟然收缩 一股可怕的雷之本人的气息 从其元神收缩中宣泄出来 这气息一散 星空环让闪雷族外的雷雨 顿时起起后腿 闪电在颤抖 雷霆在沉浮 更是在这气息的传出中 闪雷族圣地内 那庙宇上连接天地的搏灭之雷 发出了交战至今 第一声哄天雷鸣 这雷鸣反而从太古传来 带着一股无法形容的惊天威压 此刻传出 却是如同一个庞大的雷羞 察觉到了对自身的危险 发出挑战的咆哮 亡霓元神收缩之下 随着雷之本源气息的扩散 却是在刹那间 就立刻刺目电光从其内弥漫出来 其元神在不断的压缩下 雾气已然消失 存在于星空中的 是一个巨大的闪电图腾 这闪电图腾刚一出现 立刻就一鼓 竟然不落于那 不灭之雷的威压轰轰散出 天地颤抖 星空大范围的崩溃 雷霆惊天动地 在那闪电图腾外 灵面之雷急速旋转 组成了这样一幅雷图 这一切说来缓慢 但实际上却是属性发生 那闪雷族大长老目瞪口呆 这突如下来的变故 让他无法理解 在他的思绪中 从来就没有可以吞噬 太古雷龙魂魄的说法 但却有一股极为强烈的危机 从他心神疯狂的攀升 他隐隐感觉不妙 再加上那传至圣地 不灭之雷的咆哮 更仿若是在边侧 催促着大长老 这闪雷族大长老 神色顿时争鸣 整个人清醒过来 低号中身子向前一画 飞快地临近 但就在其临近的瞬间 亡灵元神锁化雷图 立刻后腿 直接印在了亡灵眉心 融入其体内 元神归位的刹那 亡灵全身传出轰鸣 其身子每一丝肌肉 每一寸骨头 甚至就连五脏六腑 等等的一切 在顷刻间 全部弥漫了雷霆之力 他整个人 就如同化身成为了雷霆 其幽默雷光一闪 却是那本原印记幻化 笔之方才 强大了十倍不至 在那闪雷族大长老 临近的前一瞬 亡灵右手 抬起向前一挥 轰轰之声惊天 向这四面八方无尽回导 一层层由雷霆 组成的细米之网 刹那就出现在亡灵身体外 这些雷霆之网 蕴含了亡灵的意志 肩不可破 就算同时雷霆 除非在雷支扮演上 能与亡灵对抗 否则绝无打开的可能 挥舞中 那雷霆细米之网 越来越多 越来越后 转眼之下 十层 百层 千层 万层 七万层 那闪雷族大长老 轰然来临 双手在前 天人第五衰 秀为弥漫在手 向前狠狠的一丝 却是轰鸣回导 应是被他撕开的 上万层细米雷网 但就在其撕开的刹那 这些雷层 确实立刻恢复 眼下我需要立刻 寻找一处安全之地 闭关消化 不可与此人继续练战 亡灵身子迅速后腿 左手一翻 其手中立刻就出现了 那通往七百万天地的灵附 看到亡灵后腿 那闪雷族大长老 如同发狂一般 他心中那危机越来越浓 绝不能让此人逃走 逼吼中这闪雷族大长老 喷出一口鲜血 化作一道血色雷光 其眉心足印更是闪烁 全身雷霆凝聚在鲜血内 形成血雷在身前 轰然的披露雷霆之王 轰轰之声绝天地而起 形成阴浪咆哮 那七万雷层瞬息间 就有六万崩溃 但却是在那大长老 脉步正要撕开的刹那 崩溃的六万雷层 竟然再次恢复 这闪雷族大长老 一身修为全在雷上 与亡灵交战 初时上占据巅峰 但此刻亡灵雷之本源暴增 却是有了隐隐对抗之意 若是换了其他的 天人第五衰修士 要轰杀亡灵 则简单很多 绝非如此麻烦 但这大长老则不行 他与亡灵都是雷修 拼的就是雷霆操控 此刻眼看亡灵后退 知识越来越快 尤其是其手中那灵符 隐隐弄这大长老感觉不妙 他来不及多想 却是双眼露出果断之色 身为天人第五衰修士 绝非只有之前施展的那些手段 天人第五衰 第三部下最强者 修为到了这个程度 远远的超过了 天人第四衰所有修士 但前提是 施展唯有天人第五衰修士 才可以发挥的独特神通 生命神通 牺牲自己的兽元 挥散自身的生机 以此强行推动神通之术 可以发挥出蕴含了一次 第三部气息的大法降音 这才是天人第五衰 成为第三部下最强的原因所在 交战至今 这大长老从未施展过这种神通 他兽元生机依然不多 更要时刻封印修为 使得自己兽元生机流失缓慢 如此才可挣扎生存下去 等待第三部的机缘 但言下 他却是顾不得太多 眼中杀鸡一闪 右手掐掘抬起一只天空 口中低喝 陕阻通天 万古前降临我族的不灭圣雷 以无奴之身份 寄给年轮五百年兽元生机 换作圣体 请圣雷降于我身 化作混沌不灭雷 闪雷族大长老声音 蕴含了一股奇异的语调 在其话语出口的瞬间 其眉心足印立刻闪烁夺目之盲 阴隐的一个巨大的罗盘 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这罗盘之大 无变无计 抬头就可看到 甚至就连闪雷族星域外 也都可以清晰明界 这罗盘弥漫万古沧桑 其上更有残破 好似经历了某场大战后 险些崩溃一般 但随着其出现 却是有一股无法形容的威压 浩荡降临 这威压之强 刚一弥漫 就立刻使得 亡灵身体外的七万雷层 发出不堪承受的声音 更让亡灵神色一变 死死地盯着那罗盘 眼中露出凝重 紧捏着灵符的右手 动作也是一换 他想要看看 这奇异的罗盘 到底是何物 天人第五衰修士的神通 又到底有多大 那罗盘出现之后 无声无息中 顺行缓缓转动了小半圈 随着其转动 好似岁也流逝 天地的运转也在刹那间 度过了无数 闪雷族大长老 面色立刻苍白 好似魂魄被切割了一部分 脸上弥漫了一层死气 只不过这死气瞬息便消散 随之消散的 还有那庞大的罗盘 似乎这罗盘 吸收了足够的寿元生机 渐渐消失在了星空 在其消失的刹那 闪雷族圣地内 那不灭之雷轰灵 驱死从其中分出了一道 祸开天地 直奔战场而来 瞬息间 这不灭天雷分出的部分 轰蓝间来临 在那闪雷族大长老 低吼中右手一指 这不灭之雷轰轰降临 如同天结一般 落在了亡灵身体外 那七万雷层之上 轰鸣惊天动地 七万雷层瞬间全部崩溃 即便是恢复 也在刹那再次崩溃瓦解 一股可怕的雷威瞬息弥漫 亡灵双眼瞳孔一缩 在那不灭之雷 灵神的刹那 捏碎了手中灵符 一个漩涡黑洞 骤然出现在亡灵身后 他一步退去 直接踏入黑洞 身影立刻消散 那不灭之雷闪烁中 直接追了进去 闪雷族大长老略有犹豫 但眼看那漩涡就要消散 却是来不及多想身子向前一画 冲入漩涡黑洞 亡灵与闪雷族大长老之间的战斗 看似凶猛无比 但实际上亡灵多次使用了违心外光 战斗的时候 战斗力会因为他的内心不甘心 突然暴涨 这在其他修士身上是看不到的 这也是亡灵这个角色的污点之一 还有昆济边的变化 但凡是亡灵以前获得的法宝 还没有被他扔掉的 在后面都会突然之间升级 变成整个洞府界 甚至是仙纲大陆上面的超级法宝 这一点是亡灵主角光环强大的表现 那么亡灵散灵善人联手 能否击败闪雷族大长老呢 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